由行政院农委会水土保持局与台湾风康超市跨域合作 结合张头云家市县市的农企业与社区组织共同成立农来阵线联盟 以友善农业食品安全为目标 张头云家四个县市的农来好物 推介给我们的消费者 所以我们也很高兴风康超市能够配合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能够帮助我们农民把我们最好的产品推介给我们的消费者 感谢水保局很用心多年的辅导 这些农民就是朝健康然后优质的一个农作物的栽品来辅导他们 把这些最优良的农民最好的农作物最健康的农产品 能够来跟我们的好灵机来做分享 食安问题一直是社会大众关注的议题之一 而农来正线整合了张头云家市县市的在地农业 风康超市也将在全台市值基加门市同步上架 提供在地小农非常好的销售平台 我们的栽培过程完全是不使用除草剂 所以我们是草生栽培 我们是人工除草 在这个过程中种出来的豆子它会比较嫩 很高兴能够如期的在风康超市上架 那把这个我们的一个好的管理理念的农产品 把它推到这个风康超市 我们会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满足要健康的消费者 给它安全高品质的产品 透过全省的销售平台 提供消费者最安全安心的产品 结合优质的农友推广吃当地食当季的饮食理念 一起支持在地小农 农来 阵线联盟 然后来跟我们风康超市做一个结合 来推广我们包括南投 彰化 还有我们云林嘉义的一些在地的农产品 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地的食材 一定比别的地方更要好更要赞 我也鼓励大家多多 然后来采买我们在地的农产品 来照顾我们这些农民 张投云嘉市县市的农企业与社区组织 共同成立的农来阵线 提供给消费者相当优质的农产品 不仅能够帮助在地小农 更能够让消费者买得安心吃得健康 接着六申草屯采访报道